一片片太阳能板一次排开 政府喊话能源转型拼绿能 但受到中国大陆531新政策 要大幅调降太阳能补贴 业者较苦连天 甚至放弃无薪假 大同旗下的绿能科技就被员工投诉 5月底开始从原本的做四修二 变成做两天修两天 加班费没了 薪水整整少了一万多元 甚至被任意调派到其他部门 那在这个淡季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不能说延续之前的加班 就是那么多的时数 所以我们才会协调我们的集团 还有我们的模组子公司 去做一些调度规划 希望把这些人才都留住 在第三季的时候呢 我们目前看起来会比第二季要好一些了 绿能科技强调是因应市况调整人力 一切遵照牢机法 不过太阳能场出状况 早就不止一家 为了降低成本 茂迪选择退出上游制造端 关闭台南掌金厂 并把人力转调到电池部门 影响超过160名员工 大陆的业者也吃不消 这个是有会让很多的体质弱的业者会倒掉的 面对中国大陆严苛心智 台厂也纷纷出招 中美金就减少太阳能系晶片的生产 并且把人力调到半导体事业 朔核同样减少导电将出货 延后扩产时程 而新日光则是展开垂直整合 并且重新评估美国扩产的可能性 就希望能够度过产业寒冬 东三谈新闻 林陆黄福祥台北报道